宋玄仁给凤九送来赏赐,凤九委婉拒绝了赏赐,只收下了宋玄仁亲手挑的安魂香 杨顺向太后禀报了此事,并夸赞凤九性情单纯,表示凤九和王军两人非常恩爱 太后听后消除了对凤九的芥蒂,但吩咐杨顺要随时报告情况 叶青蹄想要把慕芙蓉花糕还给凤九,却没想凤九先开口送给了叶青蹄更多的花糕 叶青蹄画到嘴边又收了回去 宋玄仁想要带凤九去一个秘密基地,却有消息传来,晚劫鱼已经病了好几日 两人一起去看望晚劫鱼,太医把脉发现晚劫鱼迈向奇异 只有凤九知道楚婉身为魔族公主才会这样 宋玄仁和凤九离开后,楚婉知道想要靠得宠拿到临币时是没有希望了 宋玄仁带凤九来到地宫看临币时,凤九接近临币时,临币时也发出了光芒 宋玄仁觉得这是天意,上天派来凤九帮他一起守护临币时 并让凤九帮忙修复并升级密室机关 楚婉给王军送汤,杨顺告诉他们王军不在店内 楚婉便知道王军正和凤九在一起 宋玄仁修复机关时弄伤了手,凤九连忙用木缝纹花糕为他爆炸伤口 宋玄仁看到凤九紧张自己,很开心 主动亲吻凤九,凤九想到私命的话,推开了他 回到宫内,宋玄仁批月皱责有些劳累,看到月亮很美,想要去找凤九赏月 陈玉来找凤九,凤九询问陈玉怎样才能帮帝君历劫 陈玉给出建议,凤九听后有些不忍心,两人细细打道起来 沐云在门外听到了打道声,凤九已对戏文骗过了沐云 沐云传信王军要来赏月,提醒凤九要更衣梳妆 凤九和宋玄仁在田园赏月 凤九想到宋玄仁的伤为他涂抹花糕 宋玄仁趁机亲吻凤九的额头,宋玄仁高兴为凤九弹奏古琴 凤九翩翩起舞 宋玄仁赏月喝醉,被叶将军送回了店内 梦见为凤九解衣,醒来却发现只是梦 宋玄仁叫来叶青蹄,用烤地瓜试探他 叶青蹄表示之前从来没有自己烤过地瓜 知道凤九提到烤地瓜的故人不是叶青蹄,宋玄仁很开心 宋玄仁做了百合糕送来给凤九吃 凤九知道他是为了把第一个尝过无优膏的人比下去,有些感动 凤九提议去看晚结余 宋玄仁表示他在养病,还是不去打扰 凤九会帮助帝君成功度过情节吗? 与之后事如何?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诚上书,速看法